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姐姐跳楼以后又有人贪便宜住进来 沙野家带朋友来到新家 朋友们吓唬他这是鬼屋 沙野家就编了一个故事给他们听 反把朋友们都吓了一跳 这时刻沙野家想起了他的狗主子赶紧去找 狗主子肯定丢不了就在房间里 他找到狗主子以后却觉得柜子有点奇怪 就去打开柜子想看他里面有什么 然后沙野家就疯了 直奔阳台 一头扎下去跟开头的小姐姐团聚了 而那个奇怪的小女孩又出现了 说了声又有人跳楼了 这是有多少人从这跳楼了 习以为常了吗 姐姐给沙野家办葬礼 严天君坚持说沙野家不是自杀 沙野家也跑过来跟姐姐说是妈妈推她 这可能是后妈吧 不 重点是姐姐女看到了沙野家的魂铺啊 姐姐女作死跑去沙野家跳楼的房子 在电梯里她也遇到了那个奇怪的小女孩 就在姐姐女收拾东西的时候 捡到一个不知道谁的耳环 碰巧沙野家的手机还响了 可把姐姐女给吓坏了 姐姐女看到手机里沙野家的泰迪熊被奇怪的小女孩拿着 就去找小女孩 小女孩说只要住隔壁的女人都会死 姐姐女因为搬东西 所以晚上在这住下来 可是她也很害怕啊 毕竟沙野家总是回来看她 只能打开电视缓解尴尬 就在姐姐女走的时候 奇怪的小女孩又跟她说了一句奇奇怪怪的话 后来警察告诉姐姐女 沙野家是第五个跳楼的了 最开始是一个虐待女儿的坏女人 被女儿反杀了 坏女人总是虐待女儿 可女儿依然爱着她的妈妈 不过最终还是一不小心杀死了这个坏女人 然后女儿自己也跳楼了 姐姐女早上醒来发现妈妈竟然跑了 是要去找沙野家 姐姐女后来听说鬼屋被一群学生族去了 就找到仲介 大闹了一场 可是这也阻止不了什么 鬼屋还是闹鬼了 三个没跑出去的女生被无情地扔下了楼 姐姐女和警察来到鬼屋的时候 三个女生已经被救护车拉走了 姐姐女打开鬼屋 发现她妈妈竟然也在鬼屋里 然后姐姐女看到女鬼竟然一点都不害怕 还跑到阳台救了奇怪的小女孩 可是一回头都不见了 屋子里乌烟瘴气的吓死个人啊 慌乱之中 姐姐女被女鬼抓住了 可是影片就要结束了 姐姐女没有时间废话了 直接放大招说服了女鬼 可惜第二天一早 姐姐女还是被女鬼扔到楼下了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 一定不能太小便宜 万一租到鬼屋就不是钱的问题了 我是小颖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略言时光